1963年4月 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第27届试拼赛 一举拿下了男子团体 男子单双打三项冠军 胜利的捷豹令国人振奋不已 三座金光闪闪的奖杯被请到了中南海 然而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讲 在胜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缺憾 夺金牌女队一个都不沾边 于是从这一届试拼赛之后 国家体委要求中国女队必须在第28届试拼赛上 打一场翻身仗 而女队的队员们也暗暗下了决心试夺金牌 1965年2月 荣国团受命担当中国女队教练 两个月后 这支充满朝气的中国乒乓球队踏上了出征 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路程 远赴南斯拉夫的鲁布尔雅纳市 当时中南两国由于政治上的严重分歧 正处于剑拔奴章的状态 果然一到驻地 中国代表团发现中国国旗上的五星是白色的 接着在一些报纸上 关于中国队的负面报道接种而至 说中国队的生活像修道士 不跟任何人来往秘密连球 政治让本来纯净的体育竞赛 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女子团体小组赛中 中国遭遇苏联 在当时政治环境下 万一输给了苏联 就是败在苏修脚下 这种政治影响重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中国女队不负重望 最终是以三比一赢得了这场政治微妙的比赛 你看中国选手防守得多么严密 在关键时刻 郑敏之很冲一板命中了 中国队以三比零 战胜了连续八年保持世界冠军称号的日本队 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我国女子队 在这次团体赛中 敢于胜利 善于斗争 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中国女队顺利的闯入了世拼赛决赛 再次与日本女队争夺世界冠军 四次蝉联女团冠军的日本队 依然是盛气凌人 可他们没有想到 此时的中国女队已经完成了华丽转身 在双方交战过程中 日本队节节败退 最终中国队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第一次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 曾经在世界乒乓球大赛领奖台上 举起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奖杯的荣国团 此时又带领中国年轻的乒乓女将 捧回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团体冠军奖杯 考比伦杯 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从这一晚起 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 可以称作是真正的冠军 之上的冠军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 各位观看